英国作为美制F-35B隐身战斗机使用国的一员 F-35B将成为未来英国海军航空兵的主力 一直以来 英国都在积极寻求提高改进机作战能力的方法 2021年1月6日 英国国防部与承包商MBDA宣布 将在签署5.5亿英镑的生产合同后 为F-35B装备新型V型巡航导弹 皇家海军 称其将是F-35B的主要打击武器 这种导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长矛3 长矛3导弹英文代号SP-1A2 最早来源于英国国防部提出的 Sillited Position Effects at a Range 武器发展计划 直译为在射程处可选的精确效果 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 英军暴露出空射精确打击武器方面的短缺 由此提出投放武器发展计划 该计划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目标是发展进程防空导弹 采用MBDA的硫磺石反坦克导弹的改型 第二阶段目标是发展远程空射导弹 采用MBDA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改进型 直到2010年前后 英军又提出了可选远程精确打击效果计划 也就是长矛项目 认为武器能力的划分与导弹的射程和质量有关 导弹装备都应优先考虑高精度的导弹 以便对导弹系统进行改进 实现所定义的能力需求 这一计划实际是将投放计划细分成了五个阶段 SP-A2-1阶段生产了PULU-14精确制导炸弹 为其设计了串联战斗部并提高了GPS制导系统性能 SP-A2-2阶段则是将硫磺石反坦克导弹进一步发展为双模制导 通过毫米波雷达和激光制导交替使用提高导弹精度 SP-A2-3阶段考虑设计射程超过100千米 质量超过100千克的巡航导弹 主要针对海上目标并可能与F-35B战机集成 SP-A2-4阶段是风暴之影远程防区外武器的升级版 而SP-A2-5是取代风暴之影的项目 现在归入未来巡航反舰武器项目 英国国防部表示之所以这样划分 是为了武器采购能满足分阶段集成在狂风 台风F-35B和未来无人作战飞机上的需要 长矛计划确定后 英国国防部很快完成了第一阶段普鲁石导弹的改造 而后在2012年范保罗航展展出了以硫磺石为原型的长矛2导弹设计方案 并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完成飞行演示和试射实验 硫磺石最初是由英国MBDA公司研发的空射反坦克导弹 和英国的海尔法导弹类似 是英国主要对地打击武器 2005年开始在英军中服役 其最初版本配备毫米波雷达制导系统 具有发射后不管的能力 2007年英国空军要求增加半主动的激光制导能力 这也就是所谓的双模硫磺石 到2010年再次对其升级 研究出硫磺石2空射反坦克导弹 采用更加先进的激光级毫米波制导系统 可在复杂环境中对目标跟踪 穿甲性能得到提高 射程也从8-20千米增加到了40-60千米 硫磺石2性能基本满足长矛计划的第二阶段要求 此后英国国防部又与MBDA开展长矛3的评估 评估阶段的重点是制导链 包括制导头和数据链 弹头和融合装置 最终达到了在2016年3月进行的试射的目的 长矛3首次由台风战斗机发射 在到达目标之前进行动力飞行并完成一系列动作 经过4年的评估 英国防部与MBDA在2016年5月签订了4.1亿英镑的长矛3正式发展合同 新的导弹处F35B还可配备英国现役的台风战斗机 长矛导弹采用硫磺石导弹的基本构型 由发动机、制导系统、战斗部、弹翼组件等部分组成 长矛3由于使用了涡喷发动机 因此将弹体调整为巡航导弹的横截面 长矛3导弹长度2米直径0.18米 重量仅为100千克 速度为压音速 背部有折叠弹翼 进气口布局为两侧进气 唯一的三个弹翼为压型布局 采用一台TJ-150小型涡喷发动机作为动力装置 射程超过140公里 弹体中后部侧面的开口为涡喷发动机的埋入式进气道 涡喷发动机赋予长矛3更强的机动性 航路规划能力以及更远的航程 引入了网络化设计概念 具有增强的算法及处理能力 通过导引头的射频成像元件 该弹能够看到并记录目标区域图像 更好地嵌入了网络化战场环境 头部采用透明窗口 是因为多个制导模式中含有光学制导 中段制导通过惯性卫星导航定位装置实现 末端制导由毫米波和半主动激光双模导引头负责 具有传输指令 修正目标参数 或终止打击任务的功能 也就是可在飞行途中随时更换打击目标 重新规划导弹的航路和目标 这使得长矛3具备了打击主战坦克 自行火炮 装甲输送车 舰艇等中高速移动目标的能力 为实现打击多种目标和减少附带毁伤的要求 长矛3战斗部大约6到10千克 MBDA公司为其设计了多效应战斗部和多种隐心 多效串联装药用于穿透装甲目标 也可设置为像常规的高爆炸碎片战斗部那样起爆 可根据不同目标灵活选择使用 另外 长矛3导弹设计采用了台风的MILSTD-1760和F35B的UAI接口标准 不但对挂载平台有很好的兼容性 而且为衍生发展奠定了基础 长矛3可由F35B在内部弹舱携带 也可由狂风GR-4和台风战斗机外挂 未来还将用于无人作战飞机上 其中 台风最多可挂载16枚 F35B在内部弹舱内 最多可携带8枚 在机翼上还可挂载更多导弹 MBDA完成长矛3导弹开发后 计划在2025年前装备在F35B上 长矛3的卓越表现让英国防部对其寄予厚望 在后续的武器需求中通常都优先考虑 从而使它成为了一种近乎万能的导弹 另外有消息称MBDA在研发长矛3电子站衍生型号 该型号代号为长矛1W 整合莱昂纳多公司的V型电子站载核 可作为电子干扰机和诱饵 压制和欺骗敌方防空系统 作战中可与常规长矛3导弹配合使用 由长矛1W完成对敌防空雷达的欺骗或阻塞 而长矛3负责对其相关设备进行攻击 二者协同摧毁敌方防空网络 将极大的提高英国皇家空军飞机的生存能力 并抑制敌方的空中防御能力 从而成为重要的力量倍增器 长矛3通过多模制导 多效应战斗部以及较远的射程 满足了英军远程空对地的精确打击需求 能够有效打击各种陆机和海机目标 仅异形即可满足多种作战需求 此外 长矛3在降低精确制导弹药的打击成本 和应对复杂一体化防空系统方面 有着独特的优势 也表明在高精确制导武器方面 英国的自主化愿望 这些共同促成了长矛导弹项目的今天 也决定了长矛系列导弹将会越走越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